我覺得妮雅倫真的算聰明 這人生這算是凹悔一成 不然自己跟人家提分手 然後主動回去求人家復合 但是一輩子真的就變 就輸了 但是還好有錄影存證 求婚是他求的 沒錯 所以奇異你被涉及陷害 是 來 瑋瀾老師 我們就來看哪些新作的女生 挑對象的時候 最在意的是 能不能獲得那個安全感 譬如說像金牛或金星金牛的女生 她採用交往的時候 她要求的安全感就是 你講什麼就是什麼 譬如說你跟她說 你戶頭有2萬塊 如果發現有20萬她就覺得怪 她要你講的一樣 但是2萬跟20萬是無所謂的 或者是你今天跟她說 明天帶她去吃烤肉 結果呢 明天就改時間 她覺得講話不一致 這種人是不可以相信的 所以她要求的安全感很簡單 就是講話要講得準 幾點到家就是幾點到家 說要打電話就要打電話 所以她要的安全感 就是前後說話一致就可以了 譬如說可能 篤霖哥跟金牛座女生交往 你可能曾經說過要送她話 而後來沒有 她就覺得這個她不要了 因為你說話不算話 沒有安全感 是 她覺得連話都可以亂說 這個人可以相信嗎 對不對 I'm sorry 因為我們是風向行過 對 沒有犯法 那至於天鞋跟金星天鞋呢 她要的安全感是 她要知道你過去交往的歷史 每一段是怎麼劈腿 是怎麼分手 是你甩她 她甩你 然後整個流程跟過程 因為這個呢 對於她的整個情史的控制欲 很有幫助 所以呢 她的安全感是來自於 對你過往歷史 所以她喜歡單純的 或是喜歡交代清楚的 再來像處女跟金星處女 像我們來賓秋伯伯 就是金星在處 秋伯伯 對 她要的安全感是 她要這個人的人品跟價值觀 是OK的 那人品跟價值觀的觀察 就非常重要 比如說 也許你在路上 做了一個很沒有愛心的動作 比如說你看到流浪狗 去踢她一把 有些男生可能不在乎 可是處女跟金星處女會想說 那這個人怪怪的 或是你老是養魚 都把魚養死了 他就會懷疑 那你可以養小孩嗎 或者是說 你在某一個看新聞 颱風捐款的時候 你講了一些很不得體的話 他在想這個女的價值觀 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會從價值觀 還有生活的言行 還有你跟家人的對話 還有你對他媽媽的相處 的那些小細節 來尋找他要的安全感 等他覺得OK了 他就會跟你在一起 所以女生男生 都會在這方面特別的要求 來 馬上要進行的是 最神準的測試占卜啦 黃老師請幫我們在未來一個月 我能夠受到多大的寵愛 好 我們剛剛要看 有多大的寵愛 而且是從哪裡來的 是到底誰寵愛你 是喔 好 我們的字面有四個字 縱容 嬌 嬌 來 邱哥 麻煩各位 準備 我選龍 好的 邱媽 嬌 好 瑋瀚老師 嬌 嬌 好的 美玲老師 我也是嬌耶 好 讀音哥 我要衝 我也要衝 好 第一個縱沒有人選啊 縱也沒有 縱容 縱也還滿好的 我沒有人都跑掉了 誰要寵你 你又自己解讀啊 不然我縱好了 縱也不錯 好 OK 好 第一個縱 縱是郭敬春選的 或者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未來的一個月 我能夠受到多大的寵愛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愛意綿綿 體貼服從 那很順 對啦 多好的 這個一聽 看到這個字眼就知道 這一定是從他的老公 或者另外一半 或者情人那邊來的寵愛 是 所以我們看他答案有85% 85% 將高情人或者另外一半的寵愛 很好 好 第二個我們看一下榕 榕是奇異選的 好 或者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到底你最近能夠收到 多大的寵愛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家中蒙作 人際不平 你又坐在家中 就跟妳一起 家中 妳都不跟人家交際 那就沒有什麼寵愛 我們都轉我們節目 泡老人家 快泡筆… 超損 沒有跟寵愛 蒙哥 妳有連他都不寵愛我嗎 沒有啊 妳沒有帶我出去 春起 縱容交從 妳怎麼會選到一個榮字呢 我去包容 有榮乃大之類的 那妳就包容他 所以 OK啦 是老伯伯 妳跟妮雅倫結婚 妳心裡有暗字會覺得說 有字 妳問我 我對嗎 我沒有 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反應算快 沒有 沒有想過 那個 聰明 好 先來看一下 教室 吳美玲安老師 妮雅倫 還有吳美玲老師選的 或者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到底最近能夠收到 多大的寵愛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沒人牽線 平搭雀橋 就表示沒人 這個沒人當然就是 妳的親朋好友 多寵愛妳 都是給妳介紹男朋友 給妳介紹女朋友 看妳們喜歡的 這個也是收到很多人的寵愛 是 所以它有70% 好可憐 有親友或者沒人的寵愛 好 好 最後 主鈴哥選的 男朋友如果你是選這個字的話 到底能夠收到多大的寵愛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老闆拉龍 官場得意 唉唷 真好 黑米豆腐 就是老闆 上司 都是你的貴人 工作上非常順利 所以你有95% 謝謝 謝謝 老闆上司的寵愛 謝謝老師 今天聽了很爽 我們要送給觀眾朋友 我們的四面佛金牌 是 婉安老師 請問這個金牌 我們該怎麼用呢 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大凡天王 掌管我們的人間財富 可以掛在家裡保平安 至於四面佛許願金幣 可以拿來許願 許願之後放在常常看到的地方 你的願望就會通通成真 好 來 今天送出幾組給大家 兩三四哈 好 好的 七打 零酒一 零酒八八八三 我得咖哭分卡 對 謝謝老師 謝謝 祝福這一堆賢慮 要永遠幸福 加油… 好 也感謝我們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天準收看 命運好好玩 Bye Bye